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切友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健康的饮食 现在很多疾病 比如说心脑水管疾病 癌症是很高发的 也是我们人类 制约我们人类常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其中有很多疾病 是跟我们的不适当的饮食相关 近日世界权威杂志柳叶刀 发布了全球饮食领域的一个重磅研究 全球近20%的死亡案例 近五分之一的死亡 是因为饮食问题导致的 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吃导致的 而中国是饮食问题导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就吃的不适当 比如常见的高血脂 高血压病 糖尿病 还有肥胖等 都是跟不良的饮食习惯 所相关联的 那么如何才能吃的好吃的健康 到底哪些问题是我们最常见的饮食问题呢 好 请听 请看一看我们的旅游道的一些数据 那么最大的饮食的三个杀手 第一个是什么呢 高盐饮食 第二个是低杂粮饮食 第三个是低水果饮食 这就是三大杀手 那么2017年 因为高纳饮食导致死亡人口是多少呢 300万 因为低杂粮饮食 而导致的死亡大约是300万 因为水果摄入不足而导致的死亡也是达到了200万 这就是三大不适当的饮食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高纳饮食 第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饮食习惯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研究显示中国人均食验量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世卫组织的要求是每天要小于5克 那么中国人群目前食盐的摄入量是平均在10克每天 那么北方人口的话可能就喜欢重口味 不管炸酱面也好 腌制的菜也好 盐往往喜欢比较重 南方呢 普遍口味会清淡一点 那么为了降低这个钠的摄入量 其实医生给您三个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一定要减少食盐的食用量 尽量使用其他的香料 比如说醋啊 等替代品来替代这个盐分 第二个呢 其次避免使用高盐的一些食品 比如说啊 这个腌制的咸菜啊 还有腊肉等等 第三个 我们有些人说了 因为我这个我不吃咸的话 我根本吃不下这个饭菜啊 有那么我们有些可以使用什么呢 叫低纳盐来替代普通食盐啊 这个在我们的市场上是有卖的 这个低纳盐中 可能还有钾离子比较丰富 也能达到一个咸的口感 减少一个纳的摄入 这位高纳饮食呢 它可以导致这个血压升高 对心脑血管带来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全骨物吃的不足 我们经常吃米饭 经常吃面条 这个太精致了 长期大量吃这些精细的加工过的饮食啊 这个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而全骨物是什么呢 未经过精细化加工啊 或者是虽然经过研磨粉碎鸦片处理 但是保留完整的这个骨粒 所具备的胚乳胚牙 还有敷皮等粗糙成分 与精致骨物相比 全骨物的还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啊 维生素和矿物质长期那么缺乏全骨物饮食就容易导致糖尿病肥胖 还有这个心脑水管疾病的风险 而在我们中国的皇帝内经中也有所记载强调了五骨杂粮为养啊 就是五骨为养强调多吃全骨物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健康的 那么看看第三点是什么呢 水果摄入不足 那么水果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天然食品 长期缺乏水果会导致维生素的缺乏免疫力的下降和消化系统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中国区域膳食纸呢 要求我们每天水果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 可是呢这个这个我们很多人呢 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们 这个水果摄入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最健康的饮食仍然是什么样均衡科学的一个饮食 如果能把我们的饮食调理好 就能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注鲸鱼匙购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